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去年在一波又一波的大跌之後 很多公司的股票都有明顯的修正 就連過去大家都認為蠻穩定的金融股也都一樣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檔算是偏冷門的金融股 雖然說這檔股票的成交量在同產業中並沒有很高 但是最近五年的年化報酬卻是可以達到11.7% 這個數字算是相當的不錯 尤其是經過去年的大跌之後還能有這樣子的表現 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那有這麼好的年化報酬率 現在的價格還適合買進嗎? 等一下後面我們就來看看相關的資料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還沒有訂閱的人請幫我按個訂閱喔謝謝啦 這檔個股其實就是2812的台中銀 關於公司的業務之前已經有發過介紹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那這邊呢我們就針對營運的數字來做個觀察 首先是近8年的獲利以及配息狀況 從資料上可以發現幾個特色 一個是公司的現金配的比較少 近幾年是以股票鼓勵為主 然後再搭配一點現金 所以可以看到配息率都只有兩三成左右 那之前有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有在持續配股的公司 一定要去觀察獲利能不能跟得上 如果有跟不上的情況就要特別的注意 而過去這兩三年當中 雖然台中銀在2020年的權益報酬率 有出現一點下滑的跡象 不過前年已經有開始回穩了 去年的話 以近世紀的數字來估算 大約也是在8%左右 因此目前看起來 這樣子的配股還算是撐得過去 後續這部分也可以再列入追蹤跟觀察 再來就是營收的部分 可以看到過去幾年的月營收數字 年增率幾乎都可以維持正值 只有少數幾個月是負的 這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公司有能力一直配股 因為成長的力道還在持續 這種模式下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接著來看獲利成長性的部分 簡單看一下數字之後 可以發現 這間公司跟我們之前看過的穩定成長特質 有點不太一樣 股東權益在三年、五年跟八年期間 都大於盡力的成長 也就是說獲利有跟不上的情況 那會有這樣子的狀況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近八年持續的配股 造成股本膨脹的比較多 可以看到這八年下來 已經膨脹了六成左右 而另一個則是保留盈餘 也就是未分配盈餘的部分 這八年也是達到四成以上 那把現金保留下來的結果 就是股東權益會上升的很快 這八年也是成長了將近八成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 最近的五年跟三年 已經有一些收斂的跡象 可以看到公司這幾年的獲利 有開始出現明顯的成長 不過這邊還是要注意 雖然說方向是好的 但畢竟成長的幅度還是比較不足 因此這部分後續也需要再持續的觀察 如果說股東權益成長的幅度 大於盡力而且持續在擴大的話 那麼就要小心接下來的股價 是不是也會跟著往下修正 接著換來了解最近五年的投資報酬 從畫面上的資料可以看到 台中引進五年的報酬率還蠻不錯的 以五年前投入100萬來看 總報酬達到74.2% 年化下來為11.7% 基本上中長期的年化能夠達到兩位數以上 都算是蠻好的成績 那我們再來看看 以金融股為主的0055這檔ETF 五年下來的總報酬為51.5% 年化是8.7% 一樣是投資100萬 但總值151萬是比台中引的174萬 要少了20萬左右 可以看出台中引的表現 是比該產業的ETF要來得好 那跟台灣50相比呢 可以看到0050五年的總報酬為60%左右 年化是9.8% 台中引同樣也是比0050要好了一些 像這種獲利可以比大盤要好的 就可以考慮這檔個股 畢竟就像之前說的 要是連大盤都贏不了 那倒不如直接投資0050就好了 再來是估價的部分 首先一間公司值不值得去計算合理價 可以先從過去年表的資料來做個判斷 如果說獲利有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那麼這時候的估價才會比較有意義 如果不夠穩定 那麼估價的可參考價值 自然也就不會太高 那剛才前面有提到 台中引在2020跟2021 R21雖然有一點下滑 但是去年已經有回穩的跡象 看起來穩定性還是有維持住 因此我們就可以試著來去做個估價看看 首先是權益報酬率的部分 近四個季度加起來是8.13 近期月營收的話 可以看到年增率雖然還是正值 但是增幅已經有比過去要縮小一些 因此在衡量之後 建議ROE可以取8%左右 會比較合理 再來是本益比的部分 從過去幾次股災時的低本益比 大約是8倍到10倍之間 所以建議可以取9或10倍 那有了ROE跟本益比 然後再去搭配最新一季的禁止 這樣子就可以計算出股災價以及合理價 至於說詳細算出來的數字是多少 我會再連同台中營的財報檔案 一起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有興趣的人可以再去下載來研究喔 以上的資料給大家做個參考 最後來分享一下本週所要推出的財報整理檔案 這次要分享的是50檔的會員關注個股 最新的財報資料 在這份檔案裡包含了這50檔近8年跟近8季的財報 另外還有近4年的月印收資料以及計算合理價的表格 在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之後 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ROE跟本益比 就可以計算出股災價以及合理價 那這份檔案主要的指標個股有 星光金、台氣電、大統議、聯華、三龍、台象、新農、台肥、至上、廣民、中碳以及建漢等等 總共無事檔 取得這份檔案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你是頻道會員 就可以直接在社群裡面下載 是免費的 那如果還想了解其他的個股 也可以在社群裡面投票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 或是計算合理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喔 好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了解其他個股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請幫我按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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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 eti